好 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五了 上班的最后一天也是上班的第二天 然后昨天也没录太多东西 因为上班的时候实在是太忙了 昨天学了好多东西 反正就是跟广告有用的东西都学了好多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做 感觉没有时间拍摄 感觉今天应该也差不多 没有什么时间拍摄 反正下了班之后 我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有趣的 关于新西兰的事情 反正先上班再说 Let's go Mia今天的那个车的保险到期了 今天要去续费 这边的那个 反正比较靠谱比较知名的 就是这个AA保险 它这个名字就叫AA AA insurance Mia这个买的三险 一年一百多刀 没有二百零七刀这样税 二百零七刀 二百零七点九 就是二百零八 去年呢 就二百零八呀 去年二百零八 你今年呢 不知道呀 一年的三险费是二百零八 也就是一千人民币左右 反正三险嘛 就是只保其他人 比如你跟其他人装车了 只保被人的车 我们的车的就不保了 但是还好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车也不是很贵嘛 所以 保保个第三险就快 要全险的话 就要差不多将近一千刀 就五千人民币差了五倍啊 所以还是跑那个三险比较划算一点 这是费用 费用本来呢 就是最低的是一百八十这个 然后呢 但是他要收了三十将近二十八刀的这个 手续费 是这样子 他三千里赔呢 并不是说全部给你赔 你必须要交一定的那个保底费 比如说我的好像是 我的是五百应该是 是不是 差不多吧 五百了 我的是五百 也就是说撞车 比如说这车 这不是 四百的吧 五百是什么写五百 诶 exprice的这个是四百 三千里赔的这个是五百 是五百 因为不一样 有的人付八百 看情况 因为他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说 你 你的话比如说 假设这个车呢 撞车了是把人车撞了 赔一千刀 然后你自己先赔五百刀 然后剩下的五百刀帮你公司赔 是这个样子的 并不是说他全部赔的三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你但凡在这一年中有一个 有一次理赔事件的话 你第二年的保费就会上涨 上涨百分之四十还是百分之多少 不知道 忘了 但是我没赔过这个事 所以一般这边就出了一些小的刮仓呀 毛病呀 能撕了就撕了了 因为没必要这个事 一个是修车的话 羊人车很贵 再一个就是把保费第二天要涨 但是如果你遇上特别矫情的那种羊人的话 他非要去那种保修店修 4S店修的话 那你也没辙 只能这么办了 然后还有一个AE membership AE membership我们不只要办这个 因为他有一年有六四免费拖车 假设就是说你 我看一下 假设 对 这个事呢 也就是说 但有六四拖车 比如说车没电了 或车坏路上了 因为这边拖车特别贵 一百多到一次 所以说 以防万一呢 还是办一个会员比较好 在这个距离的范围内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办的是AE membership plus 我觉得没有任何用处 他只比AE membership 就多了几公里的拖车的距离而已 但是 但是你一旦有问题的话 他不会把你拖到家里 他会为你拖到最近的 附近的修理厂 或加油站 所以 没有任何用处 这个AE membership 所以我今天去呢 我准备把它给先降级一下 降级换成一个普通的Membership Rober Plus 第一个省钱 再一个就是 没必要 现在是8点多 我是9点半上班 但是我开到工作单位的话 应该是20分钟左右 所以我先送Mia去买保险 和AE 那个办AE会员 然后再开车去上班 今天来 这俩的路上好匆忙 然后就忘了那个 忘了在中午饭 先好在钱包了 然后到时候开一下中午摆什么 但是还有一个更悲剧的事情 就是 刚才我下坐高速口了 从环岛水冲 本来应该下了的 我给 因为西区那边修那个高速嘛 就 跟那个下的口就模糊不清的 我就 下网了一个高速口 然后多开了 那有 反正本来是20分钟能开到的 现在开半个小时 反正现好我提前了好多 现在到单位的话应该是 我看看哈 到单位的话应该9点20 可能9点30到提前10分钟 本来可以提前20分钟到的 但是OK 反正怎么说不迟到就OK 哈喽今天是星期五嘛 所以下班的比较早 今天是4点半 然后就已经下班了 今天这是我给我们公司设计的一个 像是广告之类的东西 因为它是贴纸的嘛 然后可以直接直接贴贴 如果要是看到哪个合适的位置 可以做这个广告的话 就把这个贴纸撕下来卡一贴 就是广告吧 今天为广告公司做了一个广告 哈哈 现在的樱花都卸的差不多了 这边的 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樱花树 它是先开花 当一个叶子不长的时候就先开花 然后开完花之后才开始长叶子 反正最好看的时候还是全是粉红色的花 而没有一片绿色的叶子的时候比较漂亮 现在也挺漂亮 但是过两天花就全没了 就只剩叶子 然后想看花的话就只能等来年了